筍字的国语注音是诗文筍三生筍 筍三生筍 筍就是用口去吸取食物或饮料 如小孩吃奶就叫做筍乳 而筍墨就是把笔含在嘴里 如洛宾王上《郭砸福起》中有 筍墨撬足的句子 这是形容写文章的时候含着笔 撬着脚在那沉思的样子 筍写就是吸写 笔白数到难 这几句话呢 是形容古时候到四川去的道路 非常难走 人们早上要躲避猛虎 晚上要躲避毒蛇 因为他们正磨快了牙齿 好去吸食人们的鲜血 因此被害的人简直不计其数 筍驱一词是用嘴去吸那肿烂的毒疮 根据史记孙子吴奇列传的记载说 足有病驱者 岂未筍之 意思是 军中有一个士兵 不幸长了一个大毒疮 吴奇为了挽救他的性命 竟然用嘴巴去替士兵把农毒笋吸出来 吴奇由于能够爱序士兵 所以士族都愿意为吴奇效命 要提出来的是 笋字有人不注意 所以只念一半把它念成了允字 这是不对的 这个允字的国语注音呢 是允三声允 允就是守信 也就是诚实不期的意思 如公允无私 也有许可 得当 恰到好处的意思 如允许 允当 和笋字的含义是迥然不同的 所以在读念的时候 笋字千万不可以念成允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